在新疆玉明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 有一个叫铁列克提的地方 这个地方跟如今的哈萨克斯坦接着 但是在苏联时期 这个地方曾经是我们跟苏联的争议地区 当年沙皇俄国侵略我们国家 蛮横地划下一条边界线 将铁列克提地区划入边界线之外 但我国从来没有承认这一地区属于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不断降温 苏联开始在我国的边境调试 1969年的6月 苏联的坦克与转甲车开到了铁列克提附近 前线部队将这一情况 汇报给了新疆地区总司令龙金书 但当时的龙金书对此事并没有重视 甚至依旧让边防部队在该地区巡逻 当年的8月13日早上 苏联派遣两架直升机 数十辆坦克和300多名步兵 直直插入铁列克提地区 我国边防部队奋起反击 在武器装备差距巨大的情况下 我们打退了苏军的三次进攻 但最终还是没能抵御住飞机坦克的轰炸 28名战士专烈牺牲 龙金书也因为对此事处理不断 被中央处理 1999年的11月 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莱华访问 跟我国签订了相关条约 明确将铁列克提地区划入中国领土 至此我国终于霸气收回了这一地区 2015年的11月14日 在湖南长沙的文艺新村 一位95岁的抗战老兵 跳楼自杀了 这位毕业于环浦军校的革命老人 曾经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他自杀后 人们开始关注整个事件 才发现背后的故事令人痛心 这位老兵究竟经历了什么 让一位敢于战场杀敌的英雄选择自杀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按钮 回复老兵即可观看